1 2 3 到了晚上台北市松山區 這間餐酒館店內音樂蹦蹦響 儘管室內氣氛嗨 但就怕噪音擾民 業者還特地裝了兩扇門 隔音做到好 但可不是每間店都這樣 走到另一頭 辦開放式的居酒屋 客人聊天音量 馬路上都聽得到 再加上店家音樂聲 這可就讓附近民眾不聲其擾 會啊 一定會想要報警之類的 會影響到生活 應該還是會反映一下吧 儘管有申訴管道 但礙於北市府過去法令 只有規定夜間噪音 不能超過40分貝 現在北市府則修法明文規定 第一類及第二類 噪音管制區內的店家 晚間10點至隔天早上8點 禁止使用擴音及影響設備 從事商業行為 若妨礙安寧 最高可開罰3萬元 儘管新法令28日正式上路 但大多業者依舊無沙沙 我政府要規定的話 他室外的分貝噪音是可以開罰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是測室內的話 那又有客人在的狀態下 我會覺得這對店家 會比較不公平一點 究竟怎樣才算違規 業者一時半刻也搞不清楚 更質疑難不成現在連室內 都不能再放音樂了嗎 我們修正是禁止 反應安寧的噪音行為 這個要成立有兩個要件 第一個是要有這樣的行為 第二個是要有禁止 要造成反應安寧這樣的狀況 才會成立 隔音設備的效果都做得很好 它其實就還是可以繼續 營業去使用 面對質疑北市府強調 只要隔音做得好 不影響居住安寧 業者依舊能夠使用擴音 和影響設備 現在北市開第一槍完善法令 也是要避免有模糊空間 三立新聞李文盛王佩華 台北採訪報導